是不是 你好像走人 老闆你今天别让我看到你 哈啰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又是一个命苦的观众 怎么办 其实真的就是叫做一般人 自古啊 八字的古书 所有的教材 在教我们的都是 成格的八字 什么叫成格 就是说这个八字它是有一定的格局 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它思想清楚 所以那些都是做官的啦 做将军的啦 树里面都是成功范例 但是事实上云云众生 大部分都是不成格的八字 所以很多人学了八字之后 不知道该怎么认命 因为看到一堆不成格不知道 然后我们真的碰到身边的 或是来找他看的 该怎么办 要怎么去说呢 这就是我的八字实在 要教各位的 八字实在班 全部都教你们不成格的八字 今天这位 他也是一个不成格的八字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八字在这边 他的八字 跟上面那一集 那一位在香港做保险的那一位一样 他一样是日主无根 他的病也是非常重 第一个病就是日主无根 第二个病叫上官见光 他的八字中 这两个生友 就是叫做他的正官跟其善 这两个四叫他诗神 所以他八字又是一个三观见光的八字 加上日主无根 所以其实 这种人的方向容易摇摆 思想里不定 当然我们也会说 这种人在读书的时候 其实都会很难静下心在读书 所以书都不会念得太好 其实他有讲一句话 他说他小时候因为父母亲的一些问题 然后导致他没有补习 所以书就念得不好 特别补习了 你听到这句话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家小孩都没有补习的 你念得不错 你以前也没补习吧 没有没有 我也是有 真的有去补习 是去睡觉 但发现我根本就是去睡觉的 所以我还是不要去了 因为你的格局好 所以你能够读得进去 甚至因为你比较聪明 所以你不用补 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那有些人发自格局 真的就是说 你即使去补习了 你还是一样都不进去 我小时候被我妈逼着去补习 你知道吗 去补了一个暑假 然后那个暑假 我在补习班里面干了多少坏事 你会干坏事 我去把补习班老师打人的棍子 全部拿去藏起来 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因为老师打人打太夸张了 是喔 对 譬如说你差一分打一下 假设你现在要96分 现在我无法想象那种打人的日子 你如果以后96分 你要打4下 4下怎么算 一定要100分吗 对 这是要求 然后4下怎么算 打3下棍子一定要断 没断就打到断为止 叫3下 然后再打1下 老师 你补习班的日子可不可以再开1集还假 太神奇了 你这种环境喔 后来我就跑去把补习班老师混的全部拿去藏起来 你自己想的吗 对啊我自己想的 我就找一个同学帮我全部搬去丢啊 就补了那个暑假而已 我从来在补习班老师都没有认真听过课 但是问题是我都不需要听我都会了啊 其实补习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说像这种八字 其实他读书确实是不容易读进去啊 嗯 所以说他后来出来的学历其实也比较一般啊 嗯嗯 后来他说他去做了一个清洁公司的清洁人员 是 其实也不错 他就是无论无论他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他做了 他做了三年之后他的感想就是说 做了三年喔 对 做了三年之后他的感想就是说 清洁人员就是被公司博削了一群 其实劳资永远是一个谈过来的话题啦 对对 劳方有劳方的辛苦 角度完全不一样 之方有之方的辛苦 你也当过老板啦 是的 是的 所以说我个人会觉得说不要去怪老板 那因为他八字中有商官见官的问题 嗯 商官本身就会反抗官 嗯 但是问题是他官又强 所以他又不敢反抗太多 他敢小小的反抗 他就是属于在底下员工之间 一定叻叻 languages Native 对对没有错 就是这一种 一般人 但是又不敢真的私职 也不敢真的跟老板吓 他不敢真的私职 他也住了三年多啦 所以我可以讲喔 这种人他只要坐 真的已经算带久的员工了 算是带久了 算是够忍耐的 因为他官比较旺 但不过是商官比较旺的结构 就不一样了喔 他就是当下看到 老闆你那天别让我看到你 所以同样是商官见官它的结构不一样 会有不同的结果 而且这样它的八子中又有财 我们都知道商官见官有财通关 商官就不会去客观 所以这我叫做为不动护者 所以他会为了钱而忍耐 是 谁不是哪 为了不是啊 如果商官见官没有财通关 他就不会为钱而忍耐 对 他就不会忍了啦 对 他就直接第二天就死急了 我问他说他未来想做什么 对 他说他未来想做电商 OK 那我问他为什么想做电商 因为他说他做过物流 那物流跟电商有点关系 他也在电商的公司里做过几个月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他那三年是因为总官的流年 财官的流年 就是2016、2017、2018 财官的 2016、2017、2018 走财官的流年 他会比较稳定 但是当他的流年走完之后 那不股定性会出现 Amy你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在电商公司里面做了几个月 对 可能在那边打杂吧 对 或包裹什么的 对 然后也做过倉管 物流 那你觉得他想开一家电商公司 他会不会成功 我不敢说欸 因为我其实也不算看好 对 其实想做这种的人实在太多 对 太多了 因为第一个自由 对 所以有这么多人的竞争 你觉得你如何胜出呢 对 其实重点在这边 我在大陆 我曾经做过仿制业 我在仿制业 一些工厂的老板 他们就跟我讲说 他们卖一条Q1 根本只要2块钱 蛤 2块钱 我可以讲 那是连布料成本都不够的 但是他们连工带料 连包装 他们只要2块钱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在这个工厂的这个 他在这个服装里面 他做太久了 他有货源啊 是啊 人家不要的布 他就把他整地接收过来 连钱都不要 第二个他在当地有人卖啊 他在当地深耕那么久 开工厂开了几十年 他能够每人卖吗 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你是说 这一位客户呢 他其实是 只是说他想做 那因为这种人太多了 对 然后 你没有竞争优势 对对 其实这就是重点 可是有人会说 有梦最美这样 对对对 那问题是你要怎么执行 对 或者面对挫折的时候 你怎么去面对 是啊 他梦想是美好的 但现实是无感的 对 有梦最美 赔钱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经常 遇到这种状况 我的客户之中 想做电商的人 我想几千个 绝对是有的 几千个 我甚至有一批客户 是在深圳 这一批客户 全都是在做淘宝 然后其中真正做得好的 只有一个 哦 那个人格局很漂亮 他一年的营业额 是一千万人民币 但是他的利润只有7% 嗯 他真的在想事情 在做规划非常完整 而且很敢创新 嗯 我有另外一个客户在 常州那边 是在做床上四件套的 他也是差不多这个规模 他们都是格局很漂亮 就是主动时商 生财 他们做事情决断力 以及稳定度都很够 嗯嗯 你要做电商 比如说什么格局都能做 你自己的格局够不够 代表你的思想够不够稳定 嗯 你是不是能够想清楚一件事情 并且把市场评估分析 都做得很清楚 所以 对啊 老师你是说 你就跟客户说 这格局不OK 你不用做 你不会成功嘛 呃 不能这样讲 对啊 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做可以 要先做好SWOT分析 哦 SWOT 对 然后你要知道自己的强项弱项在哪边 嗯 接下去我要讲的一点是说 你在这个行业是否有足够的经验 对 你想做服装 还是想做家具 还是想做3C产品 嗯 OK 你想做服装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这件衣服是极枝沙的 你知道吗 那个姚立柔是极客的 你知道吗 嗯 对啊 那他 当客户问你都答不出来的时候 你如何 不是说你不能卖 你如何迎人家 或者是说 你要做行销 嗯 你知道行销要怎么做才会有效率吗 我们还是希望他有梦 但是 这个梦在远方 这个远方的梦叫做 一 嗯 所以我们要主梦踏实 叫 登高必自卑 行愿必自耳 你想要做哪方面的电商 你现在就应该去那个行业里面蹲着 嗯 嗯 你想做服装 你就去服装场 蹲个三年五年 嗯 先了解服装所有的细节 嗯 搞清楚所有的货源 人脉 十五年某一键 对 再花个五年去学行销 嗯 我去从事命理行业 我从二十几岁跟着我的师傅 我到四十岁 我才正正开始做来做 鑑定了这个方向之后 你就不能变 你就要坚持做到底 像我在做命理行业 中间曾经有多少人来告诉我说 八字没有用不要学八字 右摇掛没有用 你不如来选塔罗 哈哈哈哈 多少人都打击过 嗯 真的啊 很多啊 我还真的遇过很多人家跟我讲 然后 但是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信念 因为 这个东西能够流传几千年 它不会是没用的东西 嗯嗯 对 所以我坚持这个信念 我要经营个十几年 我才 慢慢的慢慢的有点知名度 我的YouTube 观众不多啦 几万个啦 嗯 但是 你知道我也从一个观众开始建议自己的 嗯是啊是啊 对而且前面三年 基本上是没什么人要看我的YouTube 嗯嗯 也是经历了很久很久 那有人会说 哎老师你好像因为某些影片 因为Amy而让你红起来了 没有 因为我没有了没有了 但是呢 如果 我只有跟你合作这一点点影片 其实是不够的 嗯 观众关注到我之后 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两百多片 哦对对对对 你前面累计出来的 对所以看到这个时候 他会知道说 原来你已经累计这么久了 累计真的很重要啦 所以 我要特别特别跟 这种所谓普罗大洲 嗯 也就是说八字结构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我要特别讲一句话就是 对你来讲 坚定方向找到方向 好好坚持十年 不要改变 这是 必须做到 但是对他们来讲 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对 今天就讲到这边哦 OK 谢谢大家观赏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继续关注我的更新哦 那我的八字课程 有六期 一百多个小时一千多个案例 那我的八字实战班呢 其实就专门在讲这些 所谓不成格一般人的八字 你该怎么去论 嗯 那 今年应该会把它入完 应该在年底或是明年过年前 会推出 希望能够对各位学习八字 有更大的帮助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不能鞠躬 不能鞠躬 你就是老师厉害嘛 你就鞠躬一下就好了 我鞠躬一下